HELLO, 大家好, 中午開市, 今天又Yan在這裏 和大家看到的市, 你好, 你好, 你好 先報銀子, 現在在297803點 今天升了差不多300%, 成交是1714億 市貨幣含含含含含, 早幾天, 都在277-288 現在就差不多去到30,000點 是否真的這麼熱, 還是危機四伏呢 暫時又看不到氣氛很熱 雖然我們看實質的數字, 你見到行指就爆了幾百點 成交力到現在1700億, 其實很誇張 但你見到很明顯是北水主導的 這些實大成交股, 你數出來 全部都是北水近日持續流入的股份 包括中移動, 883, 中芯那些 開始少了北水淨流入, 是少了淨流入, 不是少了流入 即是說有些錢呢, 其實它又不是離開的 但純粹是換馬換馬去其他的股份 即是推高那個市 你令到市今早做到幾清風送爽的 一推就推上接近三萬點 其實理論上, 291本來預計是會有點阻力的 29174是一個去年一月份的高位 那之後就, 其實下個位就要看30280 30280就是2018年4月15日的高位 那這些高位就做參考了 因為資金市其實你說推穿就推穿了 那都只會是輪流這樣推一些的權重股 那跟著就一些相對沒有那麼強的籃籌股 跟著是弱小的籃籌股 那以往的Pattern 你都看到 當大家都問, 可不可以入, 可不可以追 大家覺得看股很容易的時候 那些時候就會過來 但無論如何, 我會覺得任何時候都是 控制風險, 小心點 這些情況下, 撿一下那個倉 那, 審視一下自己的倉裡面 你是不是嚴重跑輸大市 是不是市升上900點的時候 整個倉是輸的呢 那你要看看那個倉發生什麼事 即是檢討一下 那講講講港交所 南燈龍, 莫莫呢 她是南燈龍呢? 其實現在的PE差不多10倍了 五百到十元 我真的不敢看淡 我們從來都說不買不要緊 不要看淡 那怎樣看呢? 三八八都升到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怎樣講呢? 我都繼續講 是那個 估值貴一些 沒有貨的, 我覺得沒有說服力 一定要納入倉 其實沒必要的 那你大把好股票 那你如果要找貴的東西 找充高的東西 你真的要放在倉上 為什麼不放一隻700 要放一隻700 你即使是撿一隻小米下去 那小米還沒破頂的嘛 你撿一隻小米下去 也有說服力一點 你硬撿一隻三百八下去 真的貴了一點 你會沒有了不乏給自己 這個就真的純粹是一個 直播率的問題 那所以就 這些情況 如果說你沒有貨就不要搞它 那有貨的話 不妨拿著先 因為升市沒有股頂 還有你隨著那個 港股通的資金潮流入 港交稅一定是就位的 還有就是 現在快手收票了 即是數票了 下個星期就市傳 最快下個星期就消股了 那麼 陸續續還有很多不同的 大型新股來香港 這個對於整個氣氛肯定是利好的 那1810講開 早兩天就被人制裁 都要喊大家 昨天也有喊大家 如果覺得坐不舒服 就走一些 如果沒有走 今天就彈了上來了 去到這些位 那麼 春春明天玩完 那麼 這些位 玩隻小米 入隻小米的風險 做是不是 還是 其實 那一棍偶下來 其實已經反映了 技術上 我覺得那棍偶下來 其實比對小米之前的走勢 五十天使有支持 接下來都可以繼續向上走 可以這樣繼續劫上去 但是 你今天去入 風險又會大 過昨天的 小米永遠都是 他失機無常 堆棍給你 然後你是猜不到 那這些情況 會不會轉走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部署 你如果是 短至中線 我不太建議 現在去入 即使去入 即使去入 你盡早埋單 這個禮拜二 你要計算 那麼 短至中線 他仍然強 但是你說 在中至長線 剛才說到 川普的因素 川普是 川普是 特朗普政府 將他列入一個攝君名單 會不會 在 拜登上台 沒多久之後 那個攝君名單 就會檢討 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不大 因為 之前都說過 如果他一上台 就檢討一些 涉及對華的 一些名單 甚至乎是 顛覆了 川普的 之前的 方針 或者是他的內容 其實無意於 向市場釋出 或者向國民釋出 我們民主黨政府 會向中國 跪下 其實我不相信 拜登會這樣做 所以 其實 小米 因為這個原因 而做好 我覺得 比較難 這件事 如果一旦發生 真是黑天鵝 會令到小米爆上去 不是升上去 但是 小米 他的基本願望 是做得好 坦白說 這個一直都是 只要 現在是攝君名單 只要他不是納約 商務部 制裁名單 其實他也會繼續運行 明白 先回答一下 1643 1.2.6 有貨 中藥 現在 9.91 這隻 怎麼看 招股價 1.1.8 沽了 不要浪費時間 那你既然 IPO拿回來 他不走 那IPO 永遠就是這樣 他初頭 不擁有的話 你不要擺 浪費自己的時間 那你有其他股份可以買 尤其是升市 你現在市正在升 98點 他還在下跌 6% 其實 不是那麼舒服 我覺得 不是說他永遠會不升 但是你一直在等 無資金等 你的心理壓力也是個高級 所以我這些永遠都是建議沽了 是啊 沒辦法 你倒他 他不炒的話 原來要復書 那大家看看 1209 42.8 就有貨 高了一點 高了一點 現在還有1.6 今天升了1.7 那這隻的話 其實是否可以上去呢 這隻是可以的 首先我看好 你看他6049 其實我也繼續看好 第二 我們之前節目都說過 他看他的secret 其實他挺乾身 挺集中 很齊貨 新股沒多久 其實他什麼都不能做 做不到資本市場動作 供應增加不到 除此之外 始終他的背景比較雄厚 我經常說 物館股 最重要是看媽媽的背景有多強 你一來 論規模 你就拿項目 那個數量夠多 論背景實力 你受政策 所影響的因素 也會比較低 所以其實你要買 就是買這一類 背景比較雄厚 不過他始終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都要整固一下 如果整固完之後 下一個阻力 大約45元左右 好明白 另外1909 4.4有貨 那今天呢 就一夜 倒了上去5.2 然後回回 出型起 對呀 跌了300% 做了4.46 那麼 出了型起 那 會不會有機會 開始 因為之前都在4.3 做了底 有機會的 你看看出型起 他全年的順利 是增加超過50% 去到多少呢 就大約3億多人民幣 你照計算 他就43億市值 那你只是十多倍的PE 那十多倍的PE 其實你不要說這一行 就是不要說遊戲 不要說Gaming 不要說Gaming 就算是做一些 trading 做一些來稅 其實都是一個很合理的PE 只不過這些股股沒有辦法 你是需要等的 他就是正經經經的做生意 就是給你一個合理的PE 但是你要給點耐性等 這類伙法 你現在走到第一關 其實有少少啟示 但是 始終之前都有少少下貨 一升上去都會有些官額 我立即平手走 我現在的市場上升到九八點 大家會這樣想 總體來說 我覺得可以看好的 起碼下方的支持都足夠 大約4.1的支持都足夠 那你上網先看第一個左力 五個八角的位置 另外看看一隻6696 坐艇很久 6696 可能錯了號碼 錯了號碼 是不是6996 6996 應該是 6996是很多人坐艇的 現在叫做浮上水面 現在升上了 要不要走呢 要不要走呢 要不要走 要走 要坐都不舒服 要不要走 如果你真的要注意 那算了 你都坐了那麼久 那床在水面可能有點衝勁 那不對路才走 但是如果你要記住 他那麼難得上水面 怎麼都要先吃三分一至一半 我覺得 有得賺 你本來是輸的 本來有絕望 現在變成 像這樣 多少支 這隻18 18 因為我這個看不到 一開已經倒下 我記得這隻 一開已經倒下來了 所以 這位 看看 起碼在吃緊一點 一定是 你有記住 這些位置 一定吃緊一點 先看看 上市價18.08 是 看看 在吃緊一點 另外 可以自家 那什麼位置可以進去 又是這個問題 沒有問題 每一次回答 我們都是買 現在買 現在買 說了很久 300 這段 你回答了多次 之前不要炒 但是後來 偷轉小 都叫大家可以進去 投機性 投機性 對 你要預料的風險 不是 其實都是 一夜堆下來 因為我真的見過 一夜堆下來 你是沒有款 可以承接到 走不了 走不了 那你自己想 你要承擔這個風險 不要太大 對 去到這個位置 都不是很低 阿東 1795 都在這裡 幾錢有貨 1元 我看不到 它已經飛了 1元 1元 還是1.2有貨 其實都在坐著 總之都在坐著 走不走 沒有動很久 只有14單成交 其實又不用恐慌 對 放在這裡 都掉了 你現在走的話 都會輸一半 對 對 重創 對 放在這裡 對 另外1034 1元有貨 現在正在做 8.8 今天還沒跌1.1% 1元有貨 10%左右 這裏怎麼看 10%左右 純粹看圖 看走勢 這裏都是建築 14億的建築 大家都知道什麼玩法 剛剛換了手 對 對 我想中場線都看得好 但是短線來講 波動難免 它怎麼都要震走 散的波 對 一升就追 對 對 如果1元才追 我建議 手回去止蝕 可能跌到去 收蝕 收穿了8毫 你怎麼都要先打 這些位置 其實很多時候會震 幾天 但不是說震完幾天之後 就立刻爆上兩元 不肯定 對 這些不是這樣的玩法 回到之前那一陣 其實都要坐兩三個星期 你少點定性的話 其實都玩完 說真的 它要看著盤來做 對 你自己想 好 250 比亞迪電子 今天就 升了18% 現在做了50.4 其實我們一向都 有留意開這件事 今天堆了一棍上來 老實說 比亞迪電子 做一些手機殼 做口罩 這個又做 那個又做 其實 比亞迪電子 完全不同的 技術水平 很快 40元 兩天 購了10元 那 怎麼看呢 這隻 不要以為它破頂很多筍 它每次都是走勢陷阱 是啊 多貨點都打 吃這樣一點 有錢賺 有錢賺就賺一點 然後你就輕生上路 對 如果你說 我只得一注 你給我 我便會沽了 吃少許多餃 對 我已經沽了 一注就沽了 對 這麼短期 給亞迪電子 兩天 放了10元 25% 還不吃了 炒股票 千萬不要 它會不會去55 會不會去60 會不會去60 一定有這個機會 對 對 這些位置我 參考過以往的走勢 是啊 你比較圖 我會建議 這些位置先吃掉 所以同系的東西 經常都可以看 對 一一樣沒錯 666的話 我們都是說 喂 許山怎麼不炒啊 只是許山的名字啊 我們7月 我們7月還沒說 8月 7月我上來做節目 沒有 未上市之前已經說了 對 未上市之前已經說了 已經叫大家抽了 對 那真的 抽要抽 上了要買 然後大家看到它不動 沒有反應 沒有人問 大家看到它不動 一升就16元 咦 可不可以買啊 還未的 12元都有人問 對 基本上一升已經開始抗 12元那水位少 我們說目標看多少 看15元 對 15元 12元就可以了 12元買 然後12元 其實是11元 都有人問可不可以買的 這些可以的 這些心態我覺得 沒有辦法 但它有16元才買 16元才買 那就難搞了 就好像1034一樣 喂 4毫子 你買 你沒買 你高 1元買 我真是 真是難一點 是啊 難處理 難處理 不會處理 不會處理 不會回答你的 因為我們的 305 我覺得305又是另一個位置 305又是 30000都是 對 跟你說了100億市值 我們永遠不要想著 你已經去到目標價了 你們看得保守 我看到20% OK的 沒問題 但別人一到20% 就派下來 你走不走一次 走不走就不等於 別人會回到目標價 對 這就是風險 我們可能找到位置好 找到位置好 但我們真的不是做裝 那個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 對 那個銅不是我們畫的 所以大家要 真的留意 所以經常都說 最後一注給別人賺 不要賺太盡 剛剛那隻也是 去到那個位置 3005 吃了先 你賺2元3元 回到招股價 樓上還有錢賺 吃了先 即得其 即得其 都是同一個理由 為何我們會這樣 會不會早走了 會的 會的 一定會的 早走了 你自己比較 早走了 或者沒有走到 你自己比較 你喜歡變成一樣 安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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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8 這幾天都偶了在大約 150元上下 在這些位置 會不會有機會上去 有等級突破的機會 我覺得 先提到152元 152元 其實都運了貨 那些位置 有些蟹味 變成 要清除這些蟹貨 你才有機會 去炒上去 但是 長遠我看得樂觀 始終它的業務模式 香港沒有多少隻 只有2、4、1 跟它比 那些估值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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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東健康 你見到的估值 明顯高一點 那原因就是 它是新股 很多資本市場的動作 不可以做 第二就是它是京東系 它不是阿里系 那大家都知道 阿里系 大家有少少顧忌 在這裡 有少少顧忌 真的 那所以 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都會選擇京東健康 明白 好 看一隻2131 運賞科技 那我記得 這隻就 在這個位 上完之後幾天 其實看過C-C 其實大行其實不買了很多貨 都齊 不過 都是漱下漱下 今天就奪了棍上來 那現在就升了6.3% 做8.27 這隻 其實現在66億 如果有大行參與 又不是那麼難搞 那你覺得這隻 怎麼看呢 這隻 其實 C-Cas我還未查的 這隻 如果你說計算它的業務 其實獨特性 一般 但是都叫做新科 新經濟 而且 因為它提供 它是做了一些 類似 線上的 廣告的 agent 那 那 所以 它沒有什麼獨特性 不是說 非它不可 但是 始終它都 教之高教 就這樣升上來 不過我會看一下 它穿不穿到 之前的那個阻力位 可能大概8.3 8.4 那些位置 其實阻力都會比較大 我想 要有些時間它突破 嗯 明白 那另外一個人問 車股 這陣子 比較窄 對 人家先升上來 對 它想看一下 長城吉里東風 基本上高位都有貨 那 這幾隻 怎麼算好呢 嘩 又是不會回答 如果傳媒高位有貨 是啊 減近一點 我建議減近一點 每一隻都回回的 三隻我講我的取向 我最看好的 就是從中線角度看 我最看好的是吉里 第二是東風 我比較不看好的是長城 但是長城的走勢 是漂亮的 不過來到這些高位 都開始有點整固 這個是長城 長城它會不會 再來到棍穿30 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短線那個 因為那個 累積的升幅太大 這些位置都幾多人是獲利的 吉里就一向 其實它走先的 吉里是 它的升勢是早過長城出現的 如果你說它在20元打後的走勢 它比長城更漂亮 所以如果 我從走勢的角度看 我又會選擇 吉里先 我要留的 我就留吉里 那我減的 我減近一點 可能減一隻預存三 四八九 四八九 十元的阻力都幾大 但是我自己相信 它整固過後 都可以爆上去 你看一下 連二二三八 三個字 石墨基爾已經足以 將它的股價這樣推上去 那四八九 我想都 有機會 始終它的尺寸差很遠 但是 吉里就暫時是難些 你一棍之後 要儲一段時間 才可以去某地 對 始終大隻很多 三千多億市值 和四八九 始終有一段距離 嗯 明白 剛剛也提過 問三八八 九零九 六六九零 這三隻 可不可以現價買呢 三八八 剛才說了 沒有貨 沒有 還有哪隻 九零九 文元運 究竟文元運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買 很多人問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九零元運 因為當時只有這隻 跑出 對 但問題是為什麼沒有貨 都要現在買呢 為什麼不早買呢 對 不要高追 永遠運 如果三隻 六九九零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六九九零 六九九零 明白 可以自家 可以自家 當然是買六六九零 對 那幾隻 有齊科 又齊科 齊科 很重要 齊科很重要 業務又有憧憬 又有內需概念 然後又有品牌 行業龍頭 然後 這些是基金必備的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利因素 看看吧 另外三六六九 永大汽車 之前做得到10元 幾棍 就彈回到12元 就要改善 要不需要繼續 坐吧 坐吧 都這樣啊 留意圖表 現在 其實是一個頭肩頂 頭肩頂 頸線是向上的 所以右手邊 現在這個格的後抽 還沒有升穿頸線 頸線大約在12.2-12.3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是需要去收穿 然後你才破壞到這個頭肩頂 如果破壞不到這個頭肩頂 是一個轉細的形態來的 其實是符合了整個頭肩頂的條件 你看到很清晰的圖表 左肩頭和右肩 如果你看到那個成交 你看到在那個左肩形成之前的成交是增加的 然後有頸線 有後抽 其實這些形態都很判斷 你有貨就等下 沒有貨的我絕對不建議這些位置有的 你要看看它可不可以升出我剛才說的位置 12.2-12.3的水平 要收視升穿 明白 6993 18.4 有兩手 現在怎樣部署 這隻又是齊貨的 我查過Sikus 這隻是一手檔都沽了出來 是呀 收了很多 是呀 我想要等 但是它竟然是一手檔的貨 我都要收起來 沒有%中籤 9633不是這樣的嘛 不是這樣的嘛 連散戶的貨都要清乾淨 然後才清風送鎖 如果是這樣的風格 我會覺得它會不太 就算它升上去 它都會很瘋 是呀 你都會途中有很多次你會覺得 我應該走呀 我怎麼辦呀 我好酬脫不安 我作為沒有什麼持貨能力的散戶 我是你我沽了去 因為其實它基本因素真的不好的 它面對那個市場的競爭很大 不過我想大家都捨不得的 大家都會覺得它是內需股 還有其實這隻都好像很多人唱好的 是呀 那你自己決定吧 我就會覺得它來一段時間 它都會比較瘋了 沒有辦法啦 經常在中國好聲音看見它 是呀 即是內地的綜藝節目很多廣告 現在還有沒有中國好聲音的請問 我那類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我有什麼印象呀 是呀 因為看排球是金龍魚的 是呀 看唱歌就是南月亮 那類的 是呀 那另外 寶龍生葉是9909 那為什麼想不到呢 沒得解 沒得解 不想不想 是呀 沒有錢用 是呀 那如果買了一枚的話 其實都是 如果旺市有其他標 不妨不輸的情況下 其實真的可以換馬 是呀 你如果少住的 那如果不少的 就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等下 是呀 沒有什麼風險 是呀 是呀 909講完了 要回到恆大道 那它就12.26有貨的酒定樓 只有一手的話 都吃了多六袋 又不是多 反正 那你多手的 當然是一半先 經常都說 吃三分一至一半先 是呀 代了下袋的錢是你的 那你 吃了三分一 或者吃了一半 你只餘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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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 好 那 8副環球7 327 我們兩個月前 有提過這支 一定要買的 提完之後 到價尾 我想她想問 到價尾 是呀 是呀 我們 開波 不是現在開波 開了很久 是呀 不是現在開波 是呀 是呀 我們十幾月後 還沒說 是呀 但是每個人都說 305沒有人理會她 因為 因為不誇張 她不誇張 即是她都誇張 其實 其實 我離身 這支我走了 我其實是三個多買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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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時候真的悶了很久 是呀 你悶到你完全不敢說 是呀 但是她的估值真的很便宜 那時候 你想想她現在的市盈率 都是14倍 是 現在我不會說她便宜 因為她算過歷史市盈率 她一直都是單位數 是 她做些什麼 她做的中端機 都是TOS 你去錄卡那部機 她是做那部機 和相關的Solution Provider 那 呃 那時候便宜 現在不便宜 那你不便宜的話 你做什麼動力升上去呢 你比起她的 以往的一些 的 估值是貴的 她不是新上市 不是新果 是呀 大家市場對她很熟悉 亦都有分析員去Cover 那大家願不願意 突然間給她一個很高的估值 我覺得比較困難 這件事 即使你有個復甦概念 更何況 現在復甦還是一半半 或者沉沉 短期來說她都在這些位置 再復就沉了 我想 那另外又 剛剛說到3 好像說了 327真的沒有開播 這些真的不叫開播 不要誤會 327就不要了 不要誤會這些叫開播 很危險 這樣會 好 3908的中金 最近又多了人留意 內地的券箱 通常都說了幾間的中金 這些只是港幣中金 現在3908 這些位可不可以入呢 還是這幾間都可以進去 這些位置先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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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位置不要進去 這些位置先進去 今天升了10%左右 對 又是 跟你說的時候 這些位置不進去 對 這些之前大家都看好 這些券箱股 其實都不止我 或者阿Leo 這些提過 在第一次期之前 很多人都說 這個A股市場不錯 對 中金啊 對 但是那時候我就 一半半 我又不是很喜歡 勸商股 很不喜歡 抽了一棍之後 就跟進一下 跟進一下之後 你現在再升多一層的話 差不多夠期完成了 去到$25的位置 夠了 又是一句 你最後一棍被人賺 而且走勢都不漂亮 我不喜歡場上影 即是很多人在高位獲利 伴隨著成交都多 所以我不建議這些位置再 嗯 那好吧 那另外就是238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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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 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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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表現不錯 瑞星就在這個單位 瑞星有少許突破 對,兩架奪上來,48元 那這兩隻要怎樣看? 兩隻直播率就一定是瑞星直播高一點 但如果你放在倉,放一年半載的 怎樣都是2320元 看你自己想怎樣 但不是說你這樣搞定吧 我放一年,那我現在買 現在我又覺得2320元貴有些 因為你短時間內升這麼急 其實你有個回套很正常 2320元的波幅不小 不建議追,如果沒有貨的話 可能你要等它回套回去大約200元左右的位置 另外就是1833元 走勢差一點 是啊,彈了一點點 可以看多少呢? 這個反彈 我看90元會不會很過分 90元應該不會很過分 會不會有些無畏 不會的 我覺得真的差不多 真的沒有改變 給了一條50天線 92.3元 都沒有什麼分別 你不要想著它一來是120元 不要想 不是那樣東西 你跟京東 是,京東健康直播一點 對 那兩隻 這三隻其實我們不多都是這樣說的 這隻就不用看 只是看那兩隻而已 真的走勢差 走勢不騙你的 是啊 沒辦法 好 2013微紋 都是這陣子 一隻儀卡一隻微紋 都跟大家說 是孖寶來的 二線的IT股 別人想追就追 追吧 我開支不到你 是啊 那兩隻其實 都很多人不溝衝的 另外一部分 只是兩百多億 即市場價格 其實比起很大的 其實 微賣就高一點 都是這樣 跟著的圖 但是圖不漂亮 圖差不多獲利 如果 如果 我是炒短至中線 我15元買了的話 我會這些位置吃 嗯 好 有條問題 就是要救命 這麼嚴重 對 看看夠不夠你 909 沒有 51元有貨 為什麼今天跌 51元有貨 現在你說跌很多 又不是 幾個% 嗯 跌了5.7% 那 我當你跌一元 那 你也是跌大約2%左右 對 一手就輸一千 對 如果真的這麼 不安心 沽 沽了 真的 不要為股票 弄得重蠟不安 如果跌2%都救命 我就死了很久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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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 會影響到你 對 沒有 絕對不是串理 對 這隻不適合你的 我真的覺得 可能找回一些 有沒有什麼推薦 去買 你就算轉騰訊 都可以 騰訊 你賺到600元 你會不會馬上騰 很害怕 怎麼辦 騰訊賺到600元 不會 騰訊 1299元 例如 1299元 你開香檳 立即入手 有些股是不同的 它就是 可以給你信心 909絕對 不是這種股 報價機好像有些問題 報價機有些問題 報價機有些問題 不要緊 我們隨身都有報價機 不要緊 我們先看看 看什麼 2159 是否先走了 2159 麥迪惠康今天上市 先看看 先走了 先走了 這隻孤Q完 就散了 這隻 你也不想像之前那隻 2129 對 那堆新股 很多倍數很厲害 但第一天散完之後 就玩完了 很麻煩 要收的 人家 2129 對 2129 炒完 散完之後 人家就慢慢收 我可以兩個月來收 三個月收 收完之後 再曬太陽 最大的麻煩 人家可以 選擇是人家到 人家可以不收 對 他又不會發電郵通知你 我收緊了 要隨便收 那先走了 有錢賺 2129看到 CQ正在收貨 是 我只能說 但2159這些 你抽新股 你不會為了和個人勢 照計 如果是你拿一張股票回家 不是的 所以既然這樣 又有得賺 為何不賺 先賺 一定是 永遠都記住 不要有個心態 我很怕賺少了 我要賺到最盡 我一定要找一個最高的位置 這樣是很難 而且會令到自己很容易輸錢 是啊 李澤佳也低價買了騰訊 你聰明不聰明 你聰明不聰明 那 為什麼會這樣 他低錢 什麼 可能政治又沒有 怎麼會不保持這些資訊 他又不會沒有錢 真的奇怪 他不夠現金 好像當時做M&A 好像是 我記得 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不是看錯的 他不是看錯的 他不是那種 對 他不是那種 給我立即叫他叫爸爸 爸爸 那 另外 就看一隻 信義光輪 968 做19.04 跌1.5% 這隻 18.2% 就有貨 有兩手 升了一些 走還是留呢 Tesla 很厲害 我覺得可以留 可以留一留 那 給你一個位置 我想要看上升通道 他現在其實在上升通道上 只是他之前 那個升勢轉急 爆了上去 我想可以看上升通道 中途大約18元 那些位置 那個做支持 真的穿的話 就先計算 但是 上網 我覺得上網間不小 始終這個太陽能 都是國策來的 但是 整個晚上升得太急 所以在高位上 有一點回調 我覺得正常 所以 中線仍然會上網 可能22-24元 那些位置 就是1772 今天跌了6% 這隻 這隻 減風 對 減風 今天走勢差一點 對 倒下來 那這隻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打 還是暫時不要買 先打一打 老實 他都是跟電動車炒的 那你電動車 你看看1211 其實都反覆一點 那些走勢 但是 你不要忘記 你這隻 減風 有多少錢 升上來 去年11月 40元 這樣爆了上來 其實日子不長 是啊 你又分些整固 好合理 讓他整固一下 讓他休息一下 就算是1211 一樣 破完三頂 其實你去到153元 那些位置 已經是那個目標 那他已經超額完成了 對不起 253元 那些位置 那你已經超額完成了 然後在高位回套 230元 那些位置 也是合理的 來到這些水平 整個玩法都要整固一下 那我想 如果你 不是太高位 有貨的話 都不用擔心 等一下 可以坐 這股 那 2158 這裏 那 抽到爆了 那現在就問 啊 前景如何 如果有貨的話 其實是否應該走 走 如果IPO4走 不要猶豫 不要猶豫 IPO4 你如果一兩手的話 你留在那裡 都沒有什麼用 沒有什麼用 不會幫到你的組合 有幾大貢獻 是 那你不要忘記 他講的是二十幾元 我沒有記錯 是一倍幾了 是啊 一二 立即是測試 他不是說笑 他真的 26.3 他26.3 他26.3 你現在62.3 一開始就飽了 那 你是不是 即是 我覺得很難期望 他再來 去到一百元二百元 那樣 所以如果你的貨量不多 這些位置 計算一下 那你起碼 有一餐吃 另外就是688 那 688 這個走勢很漂亮 近日 你看到那些內房股 都似乎有些喜悉 是 688 都是 不過就 我覺得短炒 短期中是OK的 那些內房 可能有少許利益 或者大家有少許憧憬 還有覺得整體那個 市場的氣氛是 好一點 還有就是 688本身的財務狀況 他相對其他 是比較健康一些 以我們角度看 以往大家就嫌 他不夠進取 因為內房 大家希望你是一個高槓桿的操作 最好你就只有兩個蓋 你蓋了10個鍋 你就厲害了 但是現在不行 現在不是這個故事 不過我想都要小心 整個板塊 你看到一些 很多的報道 或者很多人 檢查 一些內房 其實他都用一些表外的方法 去進行一些融資 他沒有顯示在他資產負債表上面 他資產負債表 因為他是要來計三條紅線 如果你的債學 不在資產負債表上出現 那你就不用 索外入三條紅線 但是這些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你看不到 也不知道的風險 這個玩法 有一點隱藏的危機 但是暫時的氣氛好 我覺得也可以看那個線 如果你說看688 如果看那個走勢 我想你說要去彈回去 現在這些位置 就是那個下降通道的上軸 其實就不難的 大腳都接近了 都接近19元的位置 來到這19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那個阻力都不小 有機會有些回饋 他有貨你沒有貨 是沒有貨 沒有貨 我想這些位置 你可以購買的 下方看那個 18元做主席 上網就大約21元左右 這樣去想 另外235 中拆 先看 是 大家都心急些 應該有貨的 這隻 用不需要這位走呢 這些要坐的 如果你覺得 又是 霸佔了你的資金 避免的 還有 他隨時會退回去 日2號 也可以抽到3號 我也相信 你退去3號 你未必會走 但退去2號 你又不會打 但會令你 逐立不安 如果有這個情況 我建議你這位置 先計算 這隻 一向都是錯的 但是你問我前景 我擔不擔心 我其實不是擔心 因為 鄭家純 扔了2億 對 裡面有很多錢 當然他是有錢人 但是有錢人 不等於老鳳 要拿2億 扔在公司 沒什麼做 扔下去 不合理 當然有些憧憬 給大家 如果要等的話 我建議等業績 剛剛出了一個盈起 為何說他的盈利會大升 因為他拿著手上的債 那些證券的價值升 令到revalue的情況下 令他的盈利升 其實他拿著708 那708 真的正 真的正 708 他拿著當時叫做恆大健康 還要 還要叫恆大氣車 那 我想 當然 我們已經知道 他的業績會反映了這件事 但是他業績會有什麼 將來路向的啟示呢 這些啟示其實是他的催化劑 所以我覺得值得留意 好 另外 1799 新特能源 現在正在做23.8毫半 吃了他 不用調查 對 這隻吃了他 又是升得太急了 他只不過是未出現的調整 你看665 對 968 你就知道 沒有這個風險 吃了他 吃了他 你低位買了 人家做給你吃 不是 799 他是沒有貨的 他沒有貨 現在進嗎 永遠看見這些圖 不要搞 不是說他不會繼續升 絕對會的 他會不會去到26-27 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問題是 第一 你進入了 你現在進入 是否26-28出繼續吃 你到26-27 就會想到33-25 第二 你單是看這個Upside 你不看下下跌的行程 你看看下跌的機會有多大 其實是很大 那你直播率便是不錯 我不是很建議這些位置要進入 明白,那又回到690 32.3.5,有一手已經不應該繼續持有 還有前景如何呢? 說真的,你買的時候也想著前景好 沒理由去到32.7,你突然覺得前景很暗淡 我只能說,好像剛才所說,又齊貨,又是名牌,又是龍頭 又上市不久,其實我都知道市場動作做不到 接下來這些股,其實就勵炒了,肯定會炒 我都看不到什麼特別不利的因素 是不是有些政治因素會不利呢? 它又不是很高的風險 所以加起來,我又看不到有什麼負面的消息 可能見過時升幾百點,它還要炒三毫 所以要問一下前景是不是變成暗淡呢? 如果你跌下去,可以混淆 你現在只有一手而已 你自己想,就算它炒到29元,Touchwood 炒到28元,說真的你會輸多少 但是我最少看40元 對 那你是不是有直播率呢? 對,有直播率 中國通訊服務552,都是被人搞 搞完一輪之後,再彈上來 今天呢,就在制裁股 3個8毫半 插一插一插50天平均線 那這隻是怎樣看的? 近年這些被搞,被制裁股 其實都可以看高一線 很快就不用被人搞 對,是不是呢? 不繼續搞 我想不繼續搞 都好像你剛才說,沒有那麼容易放的 但是就逐個case 再看吧 對,可能會 因為,拜登手要做的是 搞他和安烏洲盟友的關係 他和中國的關係 我覺得會局限在貿易的層面 是的 那你變成了,其實很難做 沒有來度他們的 基本因素 但是亦都因此感 你令到北水,或者來自北方的資金 其實是需要令到他們的股價不要散 或者整個盤不要散 所以都可以繼續看 短線,但我都看到比較短線 我想四個四個半了的水平 好,另外就是707 阿泰銷投資,都很多動作 買了一隻殼 現在賣到八個八、八、九、九毫子 這些人不懂的 這些是做什麼的? 拖你的嗎? 是的 已經放一些東西進去 哦,那就好 新能源那些東西 昨天就最低七毫子 今天開幾個%上來 還有七、三、八毫子 二十八億 繼續炒 對,繼續炒 駁他入新港通五十億 有指標的 是的 都沒有什麼好說 沒有,又是高追了 高追了就要坐 要坐的了 要坐的了 要是下次不高追 早點入 早點入 2099 中國黃金國際 現在的價格是11.14 市值 升半個% 市值,市值大約 44億 那這半年有沒有經驗會跟著 美元呢? 那 是否跟上跟下呢 沒有,你想買金的,直接買金 有ETF,有期金 它沒有金礦股,即是紫金 金貼價,貼價之餘 還要放大的升幅 那些有槓桿效應 我覺得沒什麼好處 而且交投也不是特別多 到現在都是在說幾多股 49萬股 成交今晚548萬 這樣的成交 我會比較擔心 突然間金急跌的時候 萬一它又跟的話 那你怎麼走呢 如果金真的不用看 好,6049 保利物業拿著 看80 好 2333 31元入了 現在應該是高追 又是高追 那怎麼辦 怎麼辦 先拿著 又不是遠 對 對 拼他,拼他 不用作樂不安 對 真不用 那 但是,如果追之前 你要想,他會怎樣 如果你說 我會儲之太延 那就可以了 可以追,或者我會打了 也可以追 最重要是有2次 2,3,8,2 剛剛說過了 追不追好不要追 我們先看看9633 早幾天都說特價時段 開完58元後 現在做62元 沒有什麼升跌 這隻農夫山泉 現在都特價 剛剛有很多奇怪的股票 其實真的經常問 買不買 或者怕不怕 你買了錯當然怕 但是那隻東西 這樣搖來搖去 其實未必是適合你 好像九云九 不如就在這些位置買些農夫山泉 不會的這些買都會怕的 要怕的這些位置都會怕的 因為你想一下 五天跌了四天 一定會怕的 我覺得重點是 你要知道你在買什麼 而這些因素其實有沒有轉變 是 農夫山泉買什麼 你買他齊貨 買些東西他玩了 那為什麼他賺下去呢 因為主席他在第二間公司那裡 辭職 大家怕他是不是被人搞 是不是有點麻煩 不知道的 這個是風險來的 也都是因此引發到 你三十多元買了貨的人 這些位置 我鎖定部分的人先 但是他是不是很大的空間 又不是的 所以始終都是買 就是要早入 趁早 你知道那個故事 你就趁早 趁早 要不然的話 始終都會面對坐艇 有些炒股不同 我當然是放好那邊才追 一定 我失了方案才追 但那些就看 可能7、6、7 這些就要等到爆 跌下來 一爆就跟進 龍虎山串 如果看圖 其實59.8 就是一個黃金分割23.6 但是在技術上 這些位置很容易跌穿 假跌穿 假升穿 這些經常會出現 你最重要是看整個形態 還有你買了 既然是看長線的趨勢有沒有破壞 趨勢都沒有破壞 都是向上的 好 回答到最後兩條問題 8、3 奧倫 都跟大家說了 油啟 上了很久 上次可能看了 大約這些位置左右 其實真的追得過 我覺得 純粹賭他們炒 老實講 市盈率 做這些能源公司 傳統可能圓100倍 就不便宜了 56億 你是博去搞了一隻殼 6、3、4年 終於開播 又有姓河的家庭背景 在後面支持的澳門股 是的 嗯 都是 賭 賭 你看看圖 你怎麼猜 是的 是的 說一下還有一隻 575 575 這一隻 一向都怪怪 生意做不成 一向都是這樣的 他剛剛出了一隻 什麼藥 什麼藥 不是 早舌藥 醫早舌藥 適合我 不是吧 是的 我有很多朋友早舌藥 不是我自己用的 我想 一分鐘不能賣 因為這些藥 其實是 帶來的收入可以很大 是的 他剛剛在香港買 接下來三四月會在台灣和澳門買 其實你參考韋哥 即使去到2019年都有5億美元 即是韋輝稅帶來5億美元的收入 是的 那 因為已經沒有了專利的了 是韋哥 15年專利的 在他有專利期間 其實平均每年都有16億美元的收入 帶回來 那你可想而知這一類性相關的藥 其實是可以為公司帶來很多利潤的 嘩 抵倒 我覺得抵倒 你現在多少市值 5億而已 5億都沒有 那當然那個韋哥就全球賣 他現在就賣大中華區 接下來就賣大陸的了 現在又搞那個試驗 但是這些就可以持育衝勁 我覺得 短線搏回0.22那些位置 但是我這些會看得比較中線 可能你中線都可以看回0.3、0.4 0.4的話 其實你已經是賠回的了 浩子股可以走得很快 講了幾億 有錢入就 嘩嘩嘩嘩嘩去 是的 這隻 昨晚見到的通告好像不錯 是的 有成交 真的沒有 這些真的有得軟 可以買回來 那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想先報回恆子 做了29,442點的 成交有2,131億 那想問一下Ryan 今天說的股票有哪隻有持有 隨身報案沒有持有 好 那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到 拜拜 拜拜